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韦伟邦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讲一下这些谣言不公自破 因为早几天日经说北京持续向斯里兰卡投资 现在西方很害怕 斯里兰卡深陷债务陷阱 就被北京控制成为库傭国 你说他成为库傭国 结果印度《斯坦时报》说 现在他当然是巧威威地说出来 现在斯里兰卡已经告诉我们印度 要知道斯里兰卡一年内不允许任何中国的考察船 停靠在斯里兰卡的港口 以及不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内作业 你记住日经就说 北京会控制斯里兰卡 结果印度就说不是 斯里兰卡听他们说不允许 中国的考察船停靠斯里兰卡 究竟有没有控制 说句老实话 好像是印度控制他 因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说这些东西 你也要看一看 我们经常说 什么债务陷阱 他要么就是 叫你债务从中 要么就是叫你免债 就算他真是放弹就不玩了 你怎样拆了港口 我想问一下 怎样拆了港口呢 你觉得如果一个国家 他真是连债都还不起 他仍然跟你买屋卖田又卖地 帮你还债务吗 斯里兰卡 你还不说他还要紧要 你看他要逼你 但之前斯里兰卡不是试过 我记得斯里兰卡之前不是破产 他不是一样没有还给那些人 债务重组 不是怎样 不是怎样 我们经常说债务很凶的 除非你是阿孔 但是中国怎样做阿孔 难道好像阿孔 以兰卡很大的阿孔 大马叫阿孔 你怎样 你向他动手 一动手 当然你又 向小国 军事动手 当然不会这样 他怎样做到 真心说他怎样做阿孔 最多就是 债务重组甚至是免债 这些是 我们经常说的 真是不公道的 借给他 你又不借了 他借给他 他没有钱还 债务陷阱 债务重组 他债务重组之后 可能也不多 免债 免债 你又说他是洗白 他可以怎样 跟这个世界 不联络 不联络 这个老共 令到中国大陆变成了孤独 当时清零政策是否这样说 自己孤立自己 你又说了 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 其他西方 他们是怎样 我跟大马上 威吓都讨论过 就算很少事他都会说你的 是的 包括小粉红 事由事报 说小粉红 喂 是不是真的 全中国人 全都这么坏心 99.9%的中国人 都是好人 当然可能 你说你 不对 我觉得 如果这个国家这么可怕的话 我记得以前有位谭敦强博士 他说过 如果老共他真的放下手 放了那些人出来 你觉得 即是说我放冷手脚了 南韩 日本 台湾地区 你觉得避得到吗 好像 我们看回一个地方就是 地中海 你们经常说 走线很多人 好了 好像你这样说 现在你美国已经这么多 中南美洲的人 如果 有一天中国大陆变成这样 你觉得 你的边境很好过吗 更加多几倍 或者几十倍 我想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要忘记 如果中国大陆说到这么恐怖 台湾地区很近 天晴的时候 看到台湾的外岛 大淡二淡 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 现在你们很搞笑 等会说老共 肯定攻台 等会说不攻 究竟攻还是不攻 后来这些西媒中说 习近平 他很生气 人家经常说他攻台 说真的 起码公开场合 他没有说过 你们又不知道 如何找到情报 说他有说过 后来就说 不是情报 就是推算 因为 推算 是 断九股 他们是断九股 每天都是这样 好像债务陷阱 都是 其实 这个是因为他们 西方 领封输了 一百多两百年 他们是比较难接受其他 国家崛起 我们说世界第 就是刚刚走了 那位 基申格先生 世界上 造成美国 下面的老耳 都没有好结果 但是中国可能就不会 中国可能就不会 那你就说 什么 又借钱了 这个《日经》 借钱了 是不是搞到债务陷阱 然后被你控制这个国家 然后控制了 变成你富庸国 说怎样就怎样 哪个说怎样就怎样 说怎样就怎样 他就不会听印度说 不让中国的科考船 去靠王 就是 究竟你哪句真的 还有最搞笑的 这些新闻 台媒也是很搞死 我们的陆媒也是这样 前后对不上 说一下自己的东西 不记得 原来印度《斯坦时报》 他就说 印度总理莫迪 敦促斯里兰卡的总理 要尊重印度的战略和安全关注 所以斯里兰卡总理做出这个决定 斯里兰卡的决定意味着 原本在2024年1月5日到5月底 在南印度洋进行深海探测的中国 一只叫做向阳红3号的科研船 将不能够得到斯里兰卡政府的许可证 2023年至少25艘中国的船船在斯里兰卡附近的印度洋活动 包括中国的海军舰 还有潜艇 还有其他相关的船船 存在的日益感到紧张 就跟斯里兰卡 要谈一谈 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 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 好像我们现在不行 你听我说 说真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斯里兰卡听我们说呢 因为他始终邻国 关系不够差 最搞笑的是 这个西媒发生社吹得很大 斯里兰卡在全球很重要 你刚刚说债务陷阱 说到他这么容易被中国控制 为什么你不帮他 你说得这么重要 是没有帮我 只是扭中国 那就等于所罗门群岛 就等于我们的邻居太平洋 赌国 经常说很重要的 意志是怎样的 结果你几十年 掏也不掏也不掏 中国打算去投资合作 不行了 你不要这样搞 你不要这样搞 你肯定想整个军港 结果没有 没有的话你考虑过 你考虑过 还有你 我看着你 不然你一早搞了 跟你说 我记得之前 中国唯一的 是 相关的 军港就是 吉布提 吉布提其实也有美军 所以 有时候 吉布提之后 肯定很有野心 他也控制不了 因为也有美军 是吧 我是指吉布提 他也不会倾斜于边 觉得 这是经济的效益 又可以 大家发展关系 没问题 就是这样 一直都是没问题的 一直都是没问题的 够催 来说 2023年10月 斯耶兰卡政府 允许 中国科学考察船 实验6号 进入科伦坡 就是他们首都的港口 这艘船很搞笑 本来是補级的 但是这个西媒说 他们声称補级 但是鄰国印度 就怀疑这艘船可能 他没有证据 他说 怀疑这艘船可能对印度进行间谍工作 如果是的话 也不用打罗打鼓 整艘補级船 怀疑可能 2023年10月 但是 一丝的证据都没有 怀疑可能 晒气了 你经常说什么债务陷阱 虽然中国 他的确是斯耶兰卡最大的债权人 中国已经准备好重整 斯耶兰卡拖延364亿美金的债务 但是 很搞笑 这个日经说 为什么你从整债务同时 亦都扩大斯耶兰卡的 直接投资 他要吗 撑你 有些时候 在斯耶兰卡要 去年11月底 斯耶兰卡批了一张中国国营 就是国企 中国石油化公司 在他们南部港口 客班 托达 在施资45亿美金 为什么他要这个呢 但记得 当时斯耶兰卡不是不够有的 最记得有人排队排到挂了 排队埋葬了 太夸张了 这个其实就是斯耶兰卡为了解决油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钱 你日经说了 为什么日本人 为什么不付钱 你去到人家 斯耶兰卡人家会感谢你 是的 你帮助大忙 他一样感谢引导 对吗 对吗 很危险 什么危险 这是2002年 是斯耶兰卡 爆发独立来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后 金额最大的单一 单不投资 我说一下 你说到 这些投资 好像洪水猛兽 为什么没有人帮他 你这么怕老共去 台湾地区 几十年来都没有人 你们没有帮过 那么这么重视 为什么不帮 印度也不帮 那么近 45亿美金 印度常乱叉买 其实这个数字 对他们来说 台湾都会给的 四十几亿而已 你没有钱吗 你经常说 另外一个竞争者 原来就是 贸易商 叫做 维多集团 退出 就是 所以他就说 没有竞争者 得 得中国石化 是负责这个项目 肯竞争 肯求标 说真的 他只有唯一 你都不让他建议 他要建议 他意思是不行 唯一的 你还找其他人债你不行 中资企业债也不行 这样 已经是没有人去了 已经没有人去了 他也不肯 这样 别人去又不行 你自己又不去 等他自生自灭 他现在就是这样的意思 反正就不行 这样就是帮到他了吗 就是帮到斯兹兰卡 刚才我们说的维多集团 其实他也挺厉害的 他就是创下了2022年 就是151亿美元的利润纪录 其实他也是能源的超级巨头 你都不去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地方可能是洩水的 那就是 虽然他在这个大陆肯定 有些歪脑子 我也说过一带一路是 神经病 是这样的 你想想他 现在 我们都经常说 一带一路很多是猪头骨 事实上是 但是 其他地方你都 那说真的 他投资西方你又不给了 明明投资了你都拔走了股权 好像佩奈力那样 那他可以怎样 我想问一下 可以怎样 你知道这个 维多集团 你记住他 瑞士的大宗商品巨头 他都说 都是不好 想想想 都不介意 那只剩下一个就是中石化 那你说不行 总之中资就不行 他都要解决自己的炼油问题 建个炼油厂 他都要解决 他有炼油厂 起码就 有原油之后 快点炼制到 起码的成本是否便宜一点 所以 其实之前 去年11月初 美国也宣布 将会借出 5.53亿美金 帮助斯里兰卡 在首都科伦坡 建一个 是货柜码头 斯里兰卡也没有说不 其实这件事也证明了 你说什么 中国将斯里兰卡 变成扶庸国是假的 不就是一样是被你去起 不就是一样接受了 美国的五点几亿美金 你也是借了 你也是借了 当然他们就说 印度和美国做的行为 就叫做 快速反应 反制中国 真是厉害 其实中国一直都觉得 不是宁和游戏 你就是来 他没有说不给你 好像 好像没有你们 这么说 你们就不给人 现在你们就不给人 要么就写衰你 又来投资 投资也不给 这些人真是还问到死 当然 你写衰他也会继续去 这些斯里兰卡 就算你怎么说 他是来者不拒 只要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有好处 他们是来者不拒 无论中国、印度、美国 他也是这样 根本没有这些附庸国的问题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